登記 Hi 大家好 我是Kinnie 喔~~~現在打了疫苗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今天呢是我第一天正式的要出門去拍一間餐廳的影片給大家 那Let's go 我們今天來PK兩家餐廳第一間是 On the Hook 它主打的是海鮮跟Grill 就是炭烤 另外一間是Smoke House 煙燻的傳統BBQ Let's go 好 那我們今天會去兩家餐廳 主打我們都是選有Happy Hour的餐廳 Happy Hour不是開心時間 它意思就是在很多餐廳的下午時段 很多的餐點就是會有優惠 但也有很多餐廳是全天候都有優惠的 那這間On the Hook 我在選擇它的時候 是衝著它的一塊錢的生蠔來的 那這間餐廳的特色就是它是海鮮 那有一些美國南方的海鮮袋 然後就是它的門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環境 然後有戶外呢 有室內的餐區 那它的環境呢 非常的清新 然後很適合家庭啊 情侶啊就是 就是來這邊用餐 然後還有戶外非常的明亮 那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Happy Hour的時間呢 這間是下午4點半 然後到晚上結束時間都有 那在這邊會有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看到了這個 一顆一塊的 Oyster Bottle Beer 就是它有那個 一瓶一瓶的啤酒 然後還有就是 紅酒 然後 那我最想要吃的就是這個 Oyster 看好大 然後還有 Wing 雞翅 另外還有Tacoast 然後我點了炸的 因為很久沒吃到Taco 所以我點這個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 還有一些酒 所以我們先點了一杯調酒 我點了Mojito 然後 然後 我們家我們點了 另外是點了什麼 點了啤酒的樣子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給大家看囉 在美國吃 炸雞就是要沾很多很多不一樣的醬 要慢慢的Ready 好啦 好吃 它雞翅是有那個 赤小腿 加上雞翅的 然後很大隻 我覺得 它裹上的醬是 嗯 甜的 跟辣的醬 非常好吃 嗯 好吃喔 好吃 整體評價來說 它的這個 Oyser Kumai 我覺得它蒜還蠻不錯的 一般這種 一塊錢很多都是這個品種 但是 我覺得這間的蒜還不錯 來 好吃 超爽 炸魚它 皮蠻厚的 但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硬 好 重點它的魚很大塊 然後中間是外酥 然後內嫩 重點呢 它另外加的醬是橘醬 它的橘醬呢 搭起來非常的搭 橘醬的概念 就有點像是 呃 農場加那個 runch 再加上一點辣醬的概念 所以它是有點辣辣的 然後的那種醬 在台灣比較少碰到這種醬 可是它真的就是非常的對味 然後在墨西哥的料理呢 上面很常都會有香菜 如果你怕香菜的記得 就是要把它拿掉 可是我覺得在美國的香菜 比較沒有在台灣的那麼重 所以我覺得點綴起來 其實是滿清爽的喔 我想要來講一下這一杯酒 就是這杯是 orange口味的mojito 然後我第一次喝 因為是店員介紹說 他最喜歡的mojito口味 是這個口味 我想喝喝看看 就是我們一般想到mojito 就是白色嘛 但它這裡面有加新鮮的柳橙汁 我覺得是滿好喝的 很清爽 尤其是在這炎熱的夏天 然後又坐在戶外 另外呢還有搭配這個清爽的 orange beer 橘子口味的啤酒 也非常的好喝 就是我也覺得很清爽 就是搭配一些果之類的調酒啊 跟啤酒 我都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另外這杯啊 你們拿看我喝 你真的會笑死 誰會喝什麼苦蛙湯 這是苦蛙湯 你知道嗎 騙不了完笨 是鬼 這個好喝 那我覺得如果說真的要很 女生當然就是那一種 這某一種很適合 但如果是男生 你要配個炸雞 要夏天這樣 來杯清爽的 清爽的啤酒 我覺得很好 剛剛我就看到有一個太太 然後她整個 面前就是有這一桶 我是覺得超酷的 我想說這是什麼特殊的飲料 哈哈 OK 這是bubble and wash 就是泡泡的就是洗手的 比較超酷的 好我們接下來前往下一間PK的餐天 Lucidys 好那這間呢 Lucidys 位於California 就是加州 那連鎖店呢 在加州 然後還有亞利桑那州 跟內華達州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分店喔 那它最主要呢 是煙燻 然後還有炭烤的BBQ 然後它有一些南部啊 就是美國南方 跟印第安風味的餐點 所以你如果來到美國 就可以直接搜尋Lucidys 就可以直接找到它的餐廳 那在這間餐廳呢 你會看到它就是整個風格 就是有一種老美式的感覺 那就是會有吧台 那它整個色系裝潢都是深咖啡色為主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菜單 那菜單就會告訴你說 Special有哪些 那你看到這三罐的醬呢 就是它們比較特別的燒烤醬 那牆上呢 也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圖啊 然後餐廳的一些照片啊 或是以前的照片 那這間餐廳呢 是在2004年創立的 目前大概有18、19年的歷史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來這裡吃 一起來瞧瞧 這個很大的肋排 這一個呢 是我第一次吃的 那這一刻它是 就是你可以自己 創造一個屬於你自己的BBQ的COMBO組合 我點了SPANISH CHEESE RIP 這我超喜歡的 這個是 嗯 菠菜起司的那個沾醬 然後 另外還有點了一個BBQ 就是RIP TIPS 嗯 然後我點了一杯新鮮的 西瓜 西瓜 新鮮的西瓜馬克力塔 然後我想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我們自己特製比較特色的方式的醬 不知道有什麼賣 但它外帶區有時候就記得要拿 謝謝 所以它是我們直接拿 很難的 它在外面有 噢 噢 它在這有鹽巴 噢 舊口喝有那個鹽巴 我覺得它有點濃 嗯 應該可以喝很久 噢 我最喜歡的東西欸 噢 Visky 我超愛吃Visky 好想吃吃看喔 奶油鹹鹹的 好酷喔 沒有吃欸 好酷喔 它是蘋果的 不是這個鹹甜的味道 它是蘋果的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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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吃的玉米片 就是真正的玉米片 嗯 像廢話一樣 嗯 跟你們說 這個 米片 這樣 它好喝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好吃這個肉好Q 超酷的 因為外烤焦香 那個 因為旁邊都會有點 焦 比較乾 蛋熱煎的 很Q 肉是很Q的 我最驚訝的呢 是吃到 Bisky 而且這個Bisky 是不用錢 是可以免費 蓄的喔 重點它的Bisky 超好吃 它不會太乾 因為它跟司湯 還是有一些差別 重點是 它的這個奶油醬 很特別 是有蘋果味的奶油 帶一點點淡淡的肉桂味 但是身為台灣人的 你不要害怕 因為我是很害怕 肉桂味道的 但我覺得它這個奶油呢 蠻加分的 重點它Bisky上面呢 還有細細的砂糖 然後咬下去會脆脆的 但是裡面呢 是鬆軟 但是有一點水分 我覺得是很好吃 所以Bisky 是我覺得很驚豔 然後我很喜歡吃的東西 它的肋排呢 是有蠻多種選擇的 你要吃什麼樣的肋排 它其實有很多選擇 都可以請店員呢 幫你做詳細的介紹 所以我最推薦的是 Lucy的肋排跟Bisky 在美國呢 一杯調酒 大約就是14塊左右的價格 但是我們在Happy Hour去喝 一杯酒就是5到8塊之間 所以真的很便宜耶 所以聰明如我 你一定要一起去Happy Hour 嘗鮮 然後可以吃到更多的東西 喝到更多的酒 那以我自己比呢 登登登登登登登 我最喜歡On the Hook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生蠔 然後因為它的酒呢 我覺得 嗯 比較好喝 再加上呢 它還有一些炸雞翅啊 是我真的覺得還蠻不錯吃的 登登登登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們在Happy Hour兩間店 最後花了多少錢吧 第一間On the Hook 我們點了兩打的生蠔 還有雞翅 三杯酒 還有兩個Fish Taco 總共花了58塊 真的是超便宜的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那在另外一間Lucy 我們總共點了兩杯酒 兩道菜 還有呢 可以一直加的Bisky 好總共我們花了32塊 真的是超划算的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 用Happy Hour的時間 在美國用餐 真的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大概介紹到這邊 大家記得幫我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幫我按個讚 然後想看我分享什麼影片呢 幫我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我下次要去夏威夷喔 掰掰